这个报道 根本就解决不了 房价贵得下人 老百姓疯狂怒吼 为了安抚明星拼选票 马政府赶鸭子上架 急忙通过不动产交易 十价登陆 不过学者痛批根本是乱搞一通 选钱交作业的一个结果 但是不交又不行 可以说是政府在选钱 交出了一个差强人意的成绩单 但为马政府草草推出十价登陆三法 完全不及格 而且还有仿冒的意味 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在这个实际交易的价格的制度 可以完成确立后 那我们再来就是说 一步一步的走向 这个我们现在想要走的这个改革 其实蔡英文早在八月初 就率先提出房地产应该 十价课税的政策 马政府有样学样 八月中急忙跟进 但是却学不到精髓 捍卫居住正义 却只坐垒半套 变成实价登陆 罚则目前是最高是十五万的罚款 那对于真的投资客的话 是不痛不痒 九牛一毛 那可能要放宽到 真正到惩罚到他的痛 才能够真正落实 这个实价登陆 提高资讯的透明度跟公平性 马政府选钱拼力多 政策极旧章 专家痛批除了透明度不足 也可能出现假价登陆的状况 另外罚则过轻更是问题 最重要的还是得落实实价课税 而不仅仅是实价登陆 看来政府要减轻人民负担 半桶水的房市政策 似乎对老百姓帮助不大 三令新闻翻译